各位好 欢迎收看9月25号的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苏胜文 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到天气的状况 受到东北风的强劲吹拂 在东北角还有北台湾雨是相对明显 尤其是在宜兰的山区 单日累积的降雨量已经逼近有400毫米 宜兰的东山跟大同也都有200多毫米的降雨 气象局也发布了豪雨特报 在红色还有紫色的区块也就是在宜兰 要特别留意今天一整天都还会有持续性的降雨发生 另外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 则是会有局部的大雨 也请您要特别留意山区摊坊落石 还有吸水暴涨的状况 在宜兰清水地热园区 有民众昨天晚间前往露营 一夜的大雨过后 吸水水位快速的上升 民众的吉普车也就卡在滚滚大水当中 其他的车辆目前还在对岸等待吸水退去 而消防队员已经跟他们取得了联系 目前食物跟饮水相对充足 不需要进一步的救援 国际新闻来关心加拿大天气有剧烈的变化 菲奥纳以二级飓风的威力在加拿大的东南方登陆 酿成了严重的灾情 除了有超过50万户停电 还有不少的房子是被冲进了大海当中 虽然说现在它的威力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 但接下来有可能再登陆魁北克省 官方不敢掉以轻行 狂风呼啸电线上下摆动 菲奥纳侵袭加拿大东南方 诺瓦斯科西亚省好几棵大树被连根拔起 横躺路边还有这棵连地下树根 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当地至少封闭70条道路 纽芬兰岛小镇巴斯克港 风雨也很大 发布紧急状态 记者现场播报站都站不稳 我们在这里保护 所以给大家知道 我们在这里保护了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在这里保护了一段时间 我仍然有麻烦地站起来 你可以想想一下 在散播的地方 镇长再三呼吁 接到撤离通知的民众赶快离开 菲奥纳目前已经转性为热带风暴 在圣劳伦斯湾往东北方向前进 逼近魁北克省 气象预报员表示 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 引起洪水 大海新闻 柳绝宇编译 再来关心巴基斯坦的信德省 以及毕露之省 在大洪水过后 民生问题依旧无解 因为房子跟道路 现在都还泡在水里头 接下来我们的新闻 就要带您看到两个面向 包括是在医疗方面 因为医院的损毁 民众挤爆了还可以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 让医护人员跟药品都出现吃紧的状况 还有铁路完全停摆之下 现在搬运工的收入是完全挂零 生活也快要撑不下去 被水淹没的铁轨 火车无法通行 沦为孩子们的游戏场 巴基斯坦洪灾导致信德省 和毕路之神的铁路 暂停运作一个多月 尽管最近逐渐开通 不断延迟到站 民众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 甚至得转搭公车 或三轮继承车才能到 对靠铁路为生的搬运工来说 没工作做更让他们难以生活 同样苦不开言的还有医院 全国有超过1460间医院 遭洪水摧毁 仅存的则因资源有限 病患数量暴增忙到不可开交 为了让民众及时获得医疗援助 当地政府表示 已设立更多行动医疗站 并呼吁拥有医疗背景的人士 出来当志工 希望能尽快解决眼前困境 带新闻陈彦荣编译 镜头回到台湾 918池上震后 今天是第一个星期天 此际基金会也启动了 大型的安心家访行动 总之有210人 分作23条的路线 要来关怀慰问 玉里市区的乡亲 送上祝福的物资 而从昨天入夜之后 到今天的早上 其实也是雨势不断 幸好在出发之前 太阳露脸 让关怀行程可以顺利进行 趁着雨室稍歇赶紧出发 一旅国小跟这一代 国物理这一代所裂痕 就是我们地震带的上面 断层 断层 两个小朋友 我太太 两个就绝这样 两个就绝 你要照顾就绝 对 因为他们有精神抑制 这个原本就是贫的 这都农起地 这是因为这次才这样 对 这只是小部分 主粮也断 主粮主要都是在主粮结构 那中间有裂开 所以你盖环布 对 暂时 木造铁皮建屋 百年老屋 强震威力下 一家六口 唯一安身处 伤痕累累 那我们那个 禁师堂就在这边 如果有什么 需要 持续关怀的 就不用退去 随时可以走进去 好 那我们今天代表上人 好好 来赠送 谢谢 让你安心住 还有这是我们的慰问金 谢谢 有话慰问金的主要还是 针对有贴红单的 就是他的住宅的结构受损 那这个已经经过 全国祭司公会 鉴定过了 来到这户 倒塌超商屋主夫妻两 已经扫扫家 两个多钟头才修出来 这就是我们来看他 他现在很难 他看到我们他还怕 他还在怕 还在怕 还在找 他现在都寻衷 让我这个 有 有 还是有受伤 鼻咖的 不是挫伤而已 现在已经好了 七十一岁 屋主双脚也受了伤 但伤口再痛 也比不过 对未来的茫然 心情还没平静 整个脑袋也不晓得 怎么后续怎么样 也不知道 正后第一个周末 此季基金会启动安心家访 依照县府提供的名单 针对五个里 大动员两百一十名志工 二十三条动线 关怀慰问 想不到这一冲 摔倒右手断裂骨折 后续生计 志工关心 请听安抚 也送上祝福力 后续陪伴不间断 接下来这个消息 可能会让不少的粉丝 感到失望了 这是来台第一代的 大猫熊团团 在近期出现了 雄体欠安的状况 九天内三度癫痫发作 口吐白沫 送医检查发现 他的脑部已经出现病变 所以原方近期 也会让他好好的休养 没有安排他见客 后续不排除 会请四川卧龙的猫熊专家 来台协助诊断 18岁的大猫熊团团 来到台大复社动物医院 接受相关检查 1月8月间 团团三度出现疑似癫症状 在整夜 还有就是腻夜的后夜 有一个局部 比较大范围的异化坏子 经过脑部MRI检查发现 团团左右大脑都有病变 研判是诱发癫痫的主因 医疗团队也抽取脑随夜化验 并进行生理检查 如果说造成这样病变的 所有的可能性的原因 其实有很多 包括就是发炎 感染 肿瘤 血管性的这些成因 其实都有可能 病因不明 后续得等待汇集 所有检验结果才会厘清 目前只能先用抗癫痫药物治疗 他的食欲还有行动方面 也都恢复的还不错 那当然跟正常以前是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所以目前他还是在我们的后场这边休息 远方评估团团的状况还不错 也和中国大陆四川卧龙的专家保持联系 只是游客暂时无法看到他可爱的模样 大约新闻台北综合报导 前几天 黎巴嫩发生了史上最严重的沉船事件 上头搭载了上百人 满怀希望要前往欧洲 不过却混沌大海 现在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86人 而且过半都是儿童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就说 这是一起令人痛心的悲剧 政治经济局势太过混沌 黎巴嫩连自己人都想逃 更别说是他们收容的 一百万名叙利亚难民 而黎巴嫩现在也成了前往欧洲的跳板 导致偷渡的人数节节攀升 传难事件频传 针对这一期的沉船事故 当局持续展开救援 因为还有人生死未步 受限疫情睽违了三年 此季新泽西分会再度举办了 大型的社区医疗健康日活动 在下段新闻都有完整报道 三分钟后休息回来 马上回到新闻现场 我是热带雨林 我是地球的肺 我微笑着为你们吸收二氧化碳 提供地球百分之二十的氧气 直到你们举刀 挥向了我 如果你们不要害我 地球就能免于气喘叙叙 如果我们再不努力 通道一命 无人信命 爱不是手 爱要开口 爱污集污 爱之欲其声 爱到深处无怨有 冰层的快速融化 觅食成了北极熊生存的难题 漫长的密食旅程 体力不支的小熊 往往溺死在中途 当北极都失去北极熊 人类还剩下多少时间 你是哭着来到我的身边的 饿了哭 摔了也哭 我希望你笑得更多 因为不如意是学习的动力 虽然你哭着来到世间 但我希望你笑得迎向未来 每一声震耳欲容枪响 都在向童年 向希望道别 每一个透显微光的弹孔 都好像灰暗 惊惧的眼神 硝烟征战 毁掉的不仅是孩子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继续来关心我们的地球 在马来西亚浦种精卵环保站 趁着疫情期间 人潮流动变少 做了转型 改为环保教育站 希望可以将正确的分类知识 带给社区 也在孩子的心中 种下爱护地球的善苗 当我们来到这里 就好像我们已经在海底 可是现在我的海洋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垃圾呢 模拟穿梭海洋世界的实际状况 蒲种精卵环保教育站 历经两年整修 最近又重新启动 当初我们做这个环保教育站的希望就是 可以把环保站当作教育 去教育民众环保知识 才能还原我们一个美好的地球 一张张照片 记录着整间期间 志工辛苦的瞬间 期待孩子能把环保观念 带进生活 环保教育站的启动 志工与民众对环境保护建立的 共知共事 未来更要共行 落实清净在源头 除了亲近在源头 日常生活也要 媳福爱物 体会分享的快乐 在此季吉打幼儿园 就举办了媳福市集活动 学习跟地球共生习 而所得也会全数 寄注到慈善基金 亲子媳福市集 设置六个公站 以行动实践一日简单生活 让孩子们把家里 他们觉得没有用的东西 可以再利用 就是把它煎出去 或者他们要一卖都好 我们就是让他们知道 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再利用 为了推广素食 孩子积极邀约亲友参加 现在我要劝更多人 到整个世界多次数 因为他们帮助地球 如果去肉的话 那个动物会越来越少 我现在在劝着 我的班里面的人 要劝完了 我已经一班差不多了 要劝多三班 一年级要二年级 三年级四年级 五年级 要减少吃肉 要多吃菜 中蛇放玻璃 蓝蛇放纸张 橙蛇放塑胶 铝合钢管 妈咪你熬的吧 我熬 怎么样才能硬 家长与孩子表演相声 亲师生也呈现 地球别哭的故事 希望大家不只知道环保 更能够做到环保 大爱新闻王哲卫 王素月 马来西亚报导 受限疫情的关系 睽违了三年 此季新泽西分会 又再度举办了大型的 社区医疗健康日活动 提供给民众 多科别的服务 而这一次是由纽约 还有新泽西的 仁医会志工 一起来合力守护 社区居民的健康 没有事先挂号 杉卓一家差一点 失去看诊的机会 儿女刚从墨西哥 移居到美国 没有医疗保险 在翻译志工协助之下 顺利解决儿子的 牙痛问题 我非常愉快 帮助人们 不懂读读读读读 读读读读读 睽违三年 此季新泽西分会 举办大型社区健康日 提供不同科别的服务 大眼科车 是我们这一次的 第一次尝试 所以我们借重了纽约团队 来一起支持我们 希望疫情过后 我们可以来从开始 来做医诊跟服务大众 尤其纽约团队 蛮多的需要医疗服务的人 我们今天来是 顺便培训医疗志工 跟还有眼科 纽约志工也跨区来援助 社区健康共同守护 大爱新闻之下 美志工美国报导 今天在花莲的玉里市区 慈役基金会在正后 举办了大型的家访行动 而当中也有包含 来自慈济大学 慈济科技大学 以及东华大学的慈青 跟外籍生 大约40人一起参加 依照不同的路线 分组前往市区的民宅来关怀 19到22岁的年轻人 动员起来 很开心有他们这个年轻的力量 一起来加入 一早从花莲来到玉里 参加安心家访 平安的我们要赶快 及时伸出援手 然后可以到第一线来 把握这个机会 一起来造福 然后付出 然后来一起来协助关怀 就是列两边这样子 独居的何女士 家里厨房墙壁裂开 灾后仍惊魂未定 访识相亲安抚受灾后的心情 来自马来西亚的郭嘉文 把握机会付出良能 利用网络资讯进行访试 迅速建立档案 慈亲们驾亲就熟 而师兄师姐访试关怀的贴心 与同理心则是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我们也关系他们 他们不是自己一个人 我们都一起 见证大自然的威力 毁损原本安稳的家 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可贵 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导 台北慈济医院 有一位音乐志工叫做罗维峰 经常是以弹奏钢琴 或是弹吉他 在院内分享慈济歌曲 而从军职退休的他服务超过了12年 一开始是为了陪伴 患有自闭以及遭遇的儿子 而加入到志工的行列 不过久而久之 也从中体会到了 付出无所求的快乐 有氧的情声穿透各个角落 罗维峰每周三到医院 陪伴看诊的病患 听起来是人就很柔软 不会说一直挂碍自己的 身体上的一些病痛 有钢琴这样的演奏是非常棒的 可以舒缓情绪 超过12年的演奏 以大爱歌曲与水灿音乐为主 借此传达词迹精神 此外更主动保养钢琴 当作自己的家 这个钢琴就是自己的钢琴 所以那边只要一乱了 脏了我就会自动把它整理 当成我自己的在保养 看起来是很巧的 可是他就是一直在做 无所求的付出 这样的缘分来自了 罹患自闭与躁遇症的儿子 从国小阶段夫妻俩就进入学校 一路陪伴 后来儿子到医院治疗 罗维峰也有机会担任音乐志工 没有经历过一些事情 就不会想到说要做什么 有利益于人群的事情 这种小孩就是在语言区 跟人家互动方面比较差 容易产生冲突 我们就在身边就可以给他提供 提供帮助这样 罗维峰用音乐志工的身份付出 体会助人的快乐 大爱新闻黄信言 郭佳旭台北报道 傀儡系得要用十多条线来操作戏友 如果想要让戏友活灵活现 更是继续要经过长时间的练习 在高雄的子官国小 傀儡系团成军才短短的半年 就拿下了全国比赛特优的好成绩 负责指导的剧团老师 直呼孩子真的是很认真 才可以在登场的时候 展现他们的爆发力 孩子们自己搭戏棚 背脱道具音响 好戏登场 子官国小傀儡系团的卓大人传 首次参赛就拿下教育部 全国戏剧竞赛特优 其实他们成军短短半年 一开始举的时候会很重 后来慢慢习惯了 线会打结 而且口白很难背 到最后克服了之后 你承担几个角色 三个 阿嬷有空的时候就请她 看看有没有正确 如果我念错 她会教我 就连台语台词也是阿嬷指导的 他们从零开始 傀儡系团老师耐心教导 右脚看左边 左脚看右边 这是应该休息玩乐的时间 他们全部通通放弃掉 全力投入在傀儡系的 操我的基本功上面 你的脚要回到原点 平时练习的嬉闹 演出当下转化成专注 从傀儡系启发孩子专注的经验 克服技术挑战的当下 也让他们肯定自我 带新闻 陈一真 林道明 高雄报道 来关心天气 北部的地区气温 23度到29度 将有几率70% 陶珠庙地区气温 23度到32度 将有几率最高有20% 中部地区气温24度 最高温34度 将有几率最高也有20% 云江南地区气温24度 最高温34度 将有几率在20%左右 南部地区气温25度到33度 将有几率最高是40% 东部地区气温24度到31度 将有几率最高在宜兰有70% 外岛的气温是24度到31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玩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您持续锁定 映照人生节目 我是苏胜文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